他都沒有什麼可能 大家盡量笑好不好 大家好 我名字叫做翁薇宏 對 那我現在是國參生 就是九年級 明年要考費考的第二間白老子 對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會做非常的雜誌 是因為那時候只是智學團中一堂課 那其實課那時候是分成了兩個團隊 一個團隊稱之為策展組 那其實他就是他們負責我們 學校的活動還有社區活動的布置 策劃等等的 那另外就是我參與的雜誌組 我們會透過分組的工作 然後讓每個同學去發展出他所能做的專長 然後去做出所有的雜誌 對 然後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是上個學期就是二月的時候 然後到現在我們目前已經做出了第一本 然後第二本也快要完成了 對 然後就是我們用的工作方式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用了一種工作式模式 就是我們國中真的有嘗試過的 然後就是我們在那個課程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到圖書館 然後去看別人做雜誌 然後去學習他們的文章編輯方式還有設計的方式 對 然後後來又去 又採取了去同學家進行討論的方式 那我們就會到同學家之後 拿出自己現在的進度 然後跟別人做分享 然後討論 然後互相給意見 對 但是因為到了同學家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每次都帶著自己身上所有的東西 所以一定會 所以我們就用另外一種在家工作的方式 那在家工作的方式也不會缺少討論 因為到最後你就把你的進度上傳到網站上之後 然後大家就可以進行討論 然後給你意見崩潰 對 然後那雜誌當中的採訪方式 我們也會 就是前面提到了那個分組 所以我們會由印鈴採訪跟攝影 陪同那個專欄組編寫者一起去 那雖然說問題主要是專欄組編寫者提的 但是採訪的人也會替他做一些修改之類的 就是字句上 對 然後因為我們只是智學團中的一堂課程 所以其實並沒有很多資金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為了出版 我們就在我們的學校去辦公認教室 然後讓一些就是小學生或者是國中生 然後可以來學做點心或麵包 對 然後我們也在社區的活動當中 我們去辦攤 然後賣我們自己做了飲料 書籤 甜點 對 然後就像一開始阿楓也知道了 我們也做了 我們在翻譯一題的計畫 但沒有什麼東西 對 然後在展示的製作過程中啊 就是其實我們也有遇到一些困境一些問題 對 但是 因為其實整個製作上來講 我們是沒有嘗試過這種東西 所以其實大家都還是非常的 我說就是體驗到新的東西了 對 然後大家看一下我們雜誌的大致上面的 那這個是那時候就是第一期雜誌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們先做個試看 對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因為那時候第一期的封面就是 因為我們這本雜誌其實就是想要編寫給青少年看 然後也是有青少年的觀點去寫的 所以我們就才 我們那時候的封面故事 就是用了上課大家在做 就是一般國中生或國小生 你上課的時候 會在桌子底下做什麼 小洞桌子類的 那時候有看過最離谷的 那時候有看過最離谷的 他們還會把書挖一個洞 然後把手機放在裡面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目錄 那其實就是我們雜誌的專欄 就是每個同學他就是去提出 他覺得他想要做的主題 或者他覺得他可以做得到的 那其實內容就可以包含運動啊 然後服裝流行的電腦文學遊戲都有 然後現在這樣看到的所有雜誌設計 然後可以再看一下 然後 就是封面 然後 對 這是封面錄錄 然後就 我們的雜誌內容的編排設計 畫全部都是我們自學團體 就是我們這個組裡面的同學 我們自己去做的 對 我們都沒有立善請別人 來幫忙一下 對 完全沒有 因為 就是 那時候青少年的餐廳 就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要 就是 就是 讓 就是找說 有青少年可以進行聚餐 然後 在一個餐廳裡面長時間 待著 然後 而不會被趕走的 然後 而不會被趕走的 對 因為現在來講話 其實 就是 就是 很容易會有一起去上面 到一間餐廳裡面 但是餐廳全部不明確 就是長時間待著 然後 那時候就是 這個舉行 然後推薦給大家 很適用 很適用 而且要便宜 要便宜 要便宜 對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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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然後我 分享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看一下 看一下 可以拍一下 對 然後 這個就是 衣櫥 那其實那時候 衣櫥就是說 可以給青少年的 簡易搭配 就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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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 不管是 貴的還是 舔移的 然後就是 上衣 然後 複製的搭配 然後 價錢 大致價錢 對 這樣長大一點就聊了 哈哈 天啊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是 然後這個就是我複製的專欄 就是 就是 在青少年當中 對 就是在青少年當中 因為 我很窄 那就是在青少年當中 就是 會喜歡去看 現在有一種所謂的 影片模式叫做 實況 對 實況 對 實況 實況就是說 他就是有一名實況主 就很像是體育轉播那種感覺 就是實況主他玩遊戲 但他會跟觀眾互動 然後 而且 對 而且 現在 馬上是直播 然後可以 就是 觀眾可以馬上打字 回應給 一個實況主 然後實況主看到 他也會 對 他也會 他也可以回應你 對 有點像這樣的感覺 然後 我覺得 解火事的話 就是說 就有一個很愛看書的人 他真的超愛看 他可以 他可以 一兩個小時 過三個小時 就看完一本 很厚的小說 然後就是 他就是 找了很多的 可以推薦給青少年的 展 小說 然後 對 然後 然後 這個電影 就是說 就是推薦給青少年 適合看 這超出事 超出事 這我就 逼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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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還有 婚逼花 就是 沒有 可是那是小說聲 沒有 沒有 可是那是小說聲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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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婚逢就是 因為 有些 自然性人 他就想要 自然性人 他就想要 飼養 那婚逢 飼養的固執 對 兩餐好 好 這邊要上來分享 簡單分享一下 那邊好想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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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 這已經 劇情而定了 他的劇情有沒有 大家好 我是這個 次比賽 自學團的指導老師 就是 對 然後 我一開始知道 就是 因為 也很有趣 焦點是直接跟韋紅連絡 所以 所有的過程 其實就是韋紅跟焦點連絡 而且只要兩分鐘 兩分鐘 好 然後 就是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這個團體 其實就是我們 思覺上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 其實我們希望 給年輕人 就是有一個 足夢的機會 就是我看到 就是說 因為我剛才說 哇 拍星東是 哇 社會上的年輕人 感覺好像那個 新冰相的感覺 可是 我們面對的是 就是更小的小孩 比如說我通歲 高通歲 可是那時候 你們想想看 你們曾經有過的夢想 有辦法去實現 或是即興嗎 那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類似大家的事情 我們希望在這個階段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夢想的即興是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一個過程 那只要去面對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會遇到一些辛苦挫折 甚至他們 常常交付出稿子 然後熬夜 然後半夜三更 跟我的面對話 那這過程其實他們體驗 我到最後做出來的那種心事 就是 我相信你不會理解的 那其實在國中階段 你也不會理解到 那就是政治我們 就來做的事情 所以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